我是王一帆 大四学生 喜欢阅读 喜欢做白日梦 也喜欢这种充满阳光的好天气 但是 今天的任务是到图书馆 好好奋斗我的毕业专题报告 一鼓作气把它写完 加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牛 可是网络需要这么多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十二点了 我要先回学校上课了 哇 这个是日本旅游书的特长 我刚才还滑手鸡划的班舔 可是要带这么多书去日本 就太正了吧 好可爱的玩偶可以跟他拍照吗 可以啊 它是我们电子书国务品牌的宣传大使 Ruby 好 那我跟个名牌照 是什么名牌啊 是电子书国务品牌啦 这个品牌里面有超过三万种电子书 只要你有全国任意间公共语书馆 有效借阅证 就可以免费加入会员咯 哦 那如果我有国自主的监督证 就可以加入会员咯 当然可以咯 只要扫描这一个URCode 到电子书服务品牌 你加入会员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你还可以下载这个品牌的阅读APD I Love a Reader 就可以直接用手机和笔板看电子书咯 哦 听起来很方便耶 那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介绍哦 Ruby 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使用哦 啊 车走了 不然谁在旁边收拾一下好了 高渡馆员介绍的电子书 好像蛮好久 来试用看看 着 иeni 我跟她们或者是可以 我们要走 我们聊到好期间 我们聊些可以 我们在幸福时的正常 我们聊天 我们在幸福时的 我们在幸福时的时候 已经在幸福时的 我们不在空美 我们在幸福时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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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晚餐 我们在幸福时的 这些卡与 我们在幸福时的 面前 我们在幸福时的 我们在幸福时的 非 sympathy 我们在幸福时的 我们在这中午 时看电子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次成功马上都可以用了 观传人还有提到可以下载ID reader 换回来下载一下 先来找找看有没有东西 相关的旅游书好了 哇 书蛮多的耶 诶 这本姐妹套东京刚好是我小借书耶 准准封面就可以线上浏览电子书 典力及借阅 然后去下载 就可以直接读了耶 也太方便了吧 哇 还有这本东京药妆美颜购 有了这本 这次东京之行物可以买好买买 啊 这本我也好想看喔 可惜被罪工了 诶 可以点我要预约耶 马上来预约一下 啊 要去大公车了 大公车就要骑到了 哇 诗里的面容也整理太清楚了吧 一次可以借14天 没有网络就可以看 它还有自动归还的功能耶 如果人在国外也不用担心忘记回来还 真太棒了 哇 今天来特殊粉已经能赚到了 你赶快回去更新的说 我们一起借电子书来归带你的秘密吧 啊 问对现实吧 还写毕业转提报告 还是离开图书馆 没有地方可以查资料了 啊 老师刚刚的电子书服务平台 嗨 需要帮忙吗 哇 是电子书服务平台的宣传大使Luby耶 我刚开完规则是要来找书借书咯 建议你可以利用主题找书的功能 快速找到想见的电子书 例如想见旅游类的电子书 可以浏览实地旅游主题 如果没有特别想看的书 也可以看看展示的主题书展中 有没有喜欢的书 或者直接输入书名 作者姓名或关键字进行检索 找书快速又方便 嗯 我的报告题目是红楼梦 那我来搜寻一下红楼梦 哇 有不少资料耶 借阅的方式也很简单耶 我来借这本红楼梦的原文读本 还可以立刻线上阅读哦 如果还有问题 也可以查询一下常见问题哦 对了 我要怎么知道预约的书 什么时候可以借啊 我刚好预约一本耶 预约书可以借阅时 系统会自动发送E-mail通知你 系统会为你保留7天的优先借阅圈 所以加入会员时 记得要填写E-mail哦 如果在电脑上阅读 只要到个人书房中的预约可借 进行借阅 如果用手机和平板 登入iLit Reader 阅读APP 就可以直接借阅咯 对了说APP 等一下见到他们的时候 叫他们一起下载 一起查日本旅游资讯 这样我们出国玩的时候 这样拿手机就有书可以看了耶 超方便的耶 而且如果电子书借阅期限到了 你还没回国 或者书还没看完 在没有其他读者预约的情况下 也可以线上去这一次哦 哇 电子书服务平台 真是一个超大随身图书馆 书籍多 操作又方便 真是谢谢LiBi推荐 诶 你们来咯 欢迎使用电子书服务平台 iLit Reader 阅读APP 一记在手 数位阅读随时跟着走 24小时不打烊哦